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好 我们继续来将我们学过的Tabler的相关内容 我们来介入一个案例 我们来进行讲解 好 我们首先冲击一个项目 进到这个目录里面来 开始创建我们基于Tabler一个案例 Tabler Elite后面是给我们的项目名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问答模块 好 我们先把这个Question这个项目给它创建一下 这边的话我们就按照默认的这个模板进行创建 好 它这样的话就可以创建出来了 它这里进行我们的包的相关的安装 我们可以稍微堵战一下 过后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打包成我们的小程序支持的一个开发的效果 我们可以到时候把那个打包后的文件直接导入到这个小程序里面去来进行一个运行 好 这边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可以进到这个目录里面去 然后运行我们的 小程序的一种打包方式 好 它这样的话已经打包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开发者工具 然后直接导入我们的目录文件 找到Question 找到这个DIS的文件夹 好 然后选择一下进行导入 好 这样的话已经导入线了 大家会发现它现在就会出现一个Hello World这么个内容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VSCOOT的代码编辑器 来进行我们的代码的编辑 好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Question这个内容 直接将这个文件夹放到VSCOOT的里面 嗯 进行打开 好 这样的话这个项目的目录啊 就在这边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把其他可以给大家先关一下啊 好 就这么个样子吧 好 那我们现在 假设我要写一些代码的话 那我们首先找到index gsx它是一个首页 我们就在这个目录里面开始写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代码 这个view标签就是我们之前a45里面用到的dmv标签一样 好 我们再写一个view 起个名称classname标题 问答模块案例 好 写完之后这边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标记了 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把样式修饰一下 title 好 我们可因为我们在项目当中 我们可以使用less 所以说我们就找到index下面的title index里面的title 对于这个标记给它加一些class修饰啊 我们可以宽度100%的宽 背景色 灰色 文字居中 center 然后字起大小给它变大一点 好 保持看一下 好 现在是这么一个样子 那我们的话可以让它的高度加大一点 好 我们找到它的高度height 60px 同样的垂直居中 来height 好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显示出来这么一个效果了 同样的话我们问答模块 我希望下面最好再有个按钮这么一个组件 当我们剪辑按钮的时候 我就可以弹出一个框 来让用户去浅写一些问题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先把下面这个按钮给它实现一下 引入我们的按钮组件 button 然后在这个地方调用一下 好 起个名称 按钮的组件 提问 好 然后我们再去对这个ptn 给它进行一个样式修饰 默认的话它会在这个div的下方 假设我要放在最下面去 所以说的话我要给它加一个估计定位 找到btn 固定位 找到它之后的话 首先定位要定到最下面去 fix 固定位 lext为0 partum为0 宽度的话 百分之百的宽 好 这样的话就在下面了 团的话它默认的话会有一些圆条 看起来就不是非常好看 团的话我们给它加个杯酒色 把圆角给它去掉一下 background 给它来一个绿色 然后自己颜色 来一个白色 把那个圆角给它去掉 变成一个0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在下面这个提问这一项 我们已经实现完毕了 后续的话 我们刚刚强调过 当我们简记提问按钮的时候 我希望它这里能够出现一个 弹速框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首先 这个弹速框的话 它应该是 将我们当前的所有内容 给它覆盖掉是吧 它的优先级 层级 应该比我们现在这个层级 更高一点吧 所以说的话 我们需要 把这个弹速框的话 整体覆盖的这么个效果 我们需要先实现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弹速框组件 Dialog 好 然后在这里面写我们的组件代码 Import Tero component from我们Tero 另外的话 我们这么一个弹速框组件的话 我们还需要移入我们的view 所以说我们import view from我们的 Tero GS component 好 最终要把这个组件导出去 暴露出去 export default class Dialog Extends component 然后里面必须要写的一个勾勾的函数 叫做Render 然后返回 GSX代码 view 好 就这么个效果 然后我们把这个view加一个class Dialog 好 现在我们可以 在页面当中 我们要用一下这个组件 找到我们的index 一边 GSX 在这边 引入一下Dialog 来自于当前的Dialog 假设在这边调一下 好 这样的话 Dialog组件就调用完毕了 然后现在的话没有任何的效果 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class来看一下 修饰一下 我们再写一个Dialog 它自己的样式 在这个组件本身里面 引入它自身这个Dialog这个样式文件 好 那现在我们对于Dialog这个class 单独的修饰一下 它这个class的效果 我们希望是全屏的 就是说覆盖所有的内容 对吧 那我们就应该给它写一个什么样 定位吧 宽度 高度 定位 固定定位 顺便的话 Live的为0 Top为0 重极的话 我让它覆盖在最上面 优先级最高 所以给它来个2就可以了 后续的话给它加一个背景色 Begrand 0.5吧 特别度 好 这样的话 大家会发现 这个Dialog的话 它的优先级比较高 它会覆盖在所有内容的正上方 往后续的话 我们肯定是需要在Dialog里面 写一个弹框 弹框的话会有一个输入框 还有一个Test Error 让用户输入内容的一个文明区域 还有一个按钮 就剪辑起焦 对吧 那这样的话 这三个东西写在哪里呢 其实这三个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写在Dialog里面 在这个地方去进行 实际上的内容的展示 那为了好维护管理的话 那我现在再去创建一个新的组件 在那个新的组件里面 调游一下 达出框 Dialog 那现在的话 我就不在这边 去主动调用Dialog了 我把刚刚这个 在首页里面 调用这个Dialog这段代码 我给它听掉了 那现在页面当中 它就不会出现 对于Dialog弹出框的任何的展示 好那现在新建什么模块呢 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新建问起的这么一个文件 还在这里面的话 同样的话 把我们刚刚写的这个组件 这个结构拿过来 我们稍微再改一下 首先这边是一个寻寻模块 它这里的话 我们就应该引入 add question了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add question里面 它需要调用Dialog 所以说我们这边 引入 Dialog 好这边就引入过来了 不因为这样引入 好这样的话就引入完毕了 引入完毕之后 我们在这里去调用一下 Dialog组件 好现在调用完了 但是你这个add question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没有在indactgsx 引入 肯定是页面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引入刚刚写的 add question这个组件 好这又移入完毕了 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调用 假设放这个位置吧 寻寻模块 好这样的话 大家也会发现 同样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那后续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假设我要在这边 写内容 Hello world 写完之后 大家发现 我是直接调用Dialog组件 然后在调用组件的时候 给它传入一些内容 但是呢 你发现传入这个内容 在Dialog.gsx里面 它是压根没有进行任何的显示的 对吧 那我希望我这边写入内容之后 在这个组件里面 某一个位置 可以进行插入的话 那我们之前讲过 怎么去实现呢 没错 我们得需要通过这边 加一个什么呀 Js.dl proper.children 通过签加这么一个属性 我们就可以使得 在这边插入Dialog 相关的内容之后 这边就能够 把插入进来的内容 在这个区域里面 进行一个显示 大家会发现 Hello World 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就不是插入Hello World了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 写一些内容 class name 最外面class 我们给它起个名 add question 好 那我们对于 最外面这个add question的话 我希望它应该是 这么一个的一个区域 是吧 好 我们定义一下这个class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 针对于这个模块 再去写一个 它自己相关的 Less文件 找到我们这边 引入一下 引入这个Less 然后把这个add question 这个class给它修饰一下 宽度的话 假设100%的一个宽 高度也是100%的高度吧 然后刚刚说的 它里面有输入框 还有这个tax error 用来写问题的 还有一个按钮 那这三个 我们又该在垂直方向 去排列 对吧 那我们可以用一下 排级盒 来继续我们的 移动标的布局 垂直方向的话 我们需要改一下 它默认的这个方向 flash direction 垂直为color 那这样的话 来aterms 就代表水平方向了 然后那水平方向内容 居中 好 那现在没有任何内容 所以说也看不出来 任何的效果 对吧 那么后续的话 我们得需要 添加一下 它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结构了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 继续写我们的结构 再加一个class name 等于 question-body 好 然后这个question-body 我就先往里面 这一块 区域 可以用来写 我们的相互的内容 然后找到我们的 这个class 它里面的 question-body 那加一个宽度 90%吧 然后背景色 我希望变成一个白色 order reduce 然后默认 给它来一个高度吧 100px 好 保证看一下 这个内容 没有显示出来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问题 点一下这一块区域 它里面有个add question add question 这边的话 给它加了一些class 找到add question 是不是我们写错单词了呢 add question 里面class name 等于question-body 这个view单词写错了 是吧 好 改正一下 太往上了 是吧 我们让它往下一点 magnetal magnetal bass 像素 这边的话我们统一都是大写的 因为小写的话 它会给你转化了 调整给你打 改成大写的 好 现在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框里面的话 这个高度倒是我们得去角 我就希望它能够干嘛呀 按照它内容的多大 自动重启了哈 就给它先去角吧 然后里面的话 我希望放一个输入框 还有放test error 对吧 那我这里面也可以它 谈认核模型布局一下 color 然后align items center 好 那现在我们就在这里面 插入我们的输入框 还有我们的多文本 区域 那我们从这里 引入我们的输入框 input 到我们的区域 typeserror 好 编写一下 input placeholder 这是h5里面的新的属性 可以让我们写的内容 请输入内容 好 然后我们再调一个 tags error placeholder 请输入描述 请问的 详细的描述 好 给它加class question question total 下面给它加一个class question description 描述 好 现在写完这两个了 后续 它两个一样是丑陋 是吧 我们给它稍微修饰一下 question total 加个变框 border button 依像素实现 cc 然后margin 然后再加一个padding吧 上下左右都是10 然后再把它宽度给它 定义一下 好 现在的话 我让这两个class都变一下 question里面的 description 好 这样的话大家会发现它的宽度都变成一样了 另外的话下面都加了一个下滑线 距离上下左右都是10 上下是10 然后四周都是10像素的那边距 好 同样的时候我们再对这个 这个再给它加一个margin g-bottom 让它有点距离 不能挨得太近了 20像素单位 好 这样的话这条线距离下面就是20像素的一个 距离单位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这么一个 嗯 布局哈 后续的话下节课 我们再讲一下对于这个 对下面这个按钮的布局的一种实现方案 好 谢谢大家